欢迎来到第五万十五 前一天第五人格公园服再次挑战了一些角色 而这一期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官方最新发布的有关 缩短了空军信号枪使用时的前摇时间 和整个射击动作的持续时间 也就是说空军可以更快地开枪就要队友了 和开枪后可以更快地离开了 而这期我们依然试验谈究这个缩短到底是缩短了多久 当然我们依然用当前的正式服 和挑战后的公园服做对比实验 说到对比实验 在上一期我们探究杂技演员的黏土袋 看到好多同学提到了一件事 就是针对正式服和共园服对比不同步的问题 提出了一意 在这里猜要生命一下 那期实验猜确实做到了同步 因为是对比时间的实验嘛 当然最先想到的就是同步的问题 然后我就一针一针地去对 但为什么有些同学说时间有偏差呢 猜让身边的朋友看完后恍然大悟 就想让在这里做下解答 前期当浆管粘到黏土袋时 画面会像上了一层滤镜一样突然变暗 我理解用肉眼感受画面的感觉 看上去不太同步的样子 现在很多反应不同步的同学就是因为这个吧 这一点猜要确实没注意到 让很多同学产生了误解 但肉眼可观的变化 并不能作为同步的科学依据 猜现在来告诉你们 我同步的依据是什么吧 要以监管实际buff同时出现为准 就是左上角的这个同时出现 因为感官这个东西 是不可以当作科学依据去实验的 一切以监管身上何时出现buff标志 和何时buff标志消失为准 也就是说 你用肉眼去看 而感觉到的不同步并不是真的不同步 要以左上角的buff标志 才能判断它到底同步同步 哎 怎么感觉像说了一道热口链 然后我们话说回来 就我缩短信号枪前要时间 和射击动作持续时间的对比实验 那这起没有buff标志 我们以什么为科学依据呢 就是右边信号枪 标志从1到信号枪发戳 由信号枪发戳 到射击动作完成后 从站立状态给转 同样左边不远符 右边正是符 现在让空虚开枪 不如肉眼可能分辨不出太大的区别 我们放慢动作看一下 它依然有pr阶段出来 空虚开枪的前要时间 在正式复中为0.11秒 共缘复中为0.09秒 相差了0.02秒 而整个动作持续时间 在正式复中为0.19秒 共缘复中为0.13秒 相差了0.06秒 看上去也是微乎其微的样子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 为官方给出的缩短量子的实验 再见